好,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,我们要做这个灯饰,灯饰,我们会用到的材料有什么呢,这个水瓶,我们需要的是江湖,还有再来,我们需要这个刀片,剪刀,甚至是钳子,还有我们还需要什么,拆一拆这是什么,谁懂这里面,棉花,对不对,一大捆的棉花, 对了,还有圣诞的灯饰,我们那个发亮发亮的灯,LED灯,好,现在你们第一个步骤要做的是什么呢,请回答我,把这纸拆掉,它拆掉的原因是什么呢,可以看到,对,整个是透明的,我们要的是透明的这个,对,我们需要的是透明的这个瓶子,水瓶, 为什么要透明呢,请问,因为可以看到里面,对,因为我们会把什么东西放在里面啊,把灯,对了,那个LED灯呢,会放在里面,所以你们呢,把这个纸拆完了过后呢,你们必须要在哪里,这边中间哦,开一个口,用刀片开一个口,这个口开来干嘛呢,放灯进去,对,放灯进去哦,然后呢,我们的表面过后要怎么样, 对,我们表面要铺上棉花,要粘上棉花了哦,好,这个太危险了,来老师会帮你们做,好不好 好,现在老师呢,帮你们哦,在这边呢,用这个刀片哦,开了一个,开了一个口,对不对,好,这个开孔呢,不能够太小,太小的话呢,我们的灯是,我们的LED灯呢,就很难进去了,对不对,好,接下来你们要做的东西呢, 东西是什么啊,请问,我们有什么,江湖,对,来,你倒一点上去,然后我示范给你,对了,来,倒一点,就尽量跟它均匀的,跟它弄开,来,对,越开越好咯,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啊,我们这个江湖上面,我们要粘什么东西,棉花,棉花,棉花,对不对, 这样棉花的话呢,就会有什么感觉啊,云朵,对,云朵的感觉,对不对,好了,来你们抽一点那个棉花出来,抽一点棉花出来,多一点也无所谓哦,对了,就这样吃,很好,来,跟它拉开一点,拉开一点,对,我们要环保嘛,不要用太多,对不对, 其实省材料啦,最重要,对了,来,再来,对,所以你们会不会重复啊,重复把这个整个,这个水平啊,给它,粘满它啊,那当然你要有那种,呃,有起,有上,有弱啊,对不对,上上下下这样子就有,不要粘得太过平啊, 啊,这样才有云朵的感觉嘛,对不对,好,等一下待会我们做完了,我们再,再进行这个录像,好,所以我们这个呢,水平的上面呢,我们就是铺满了这些棉花,对不对,啊,我们可以稍微好像说抽一抽啊,啊,这样,让它远处看上去呢,就好像云朵这样,有没有,啊,所以我们其实呢,可以在两边呢,可以加那个线,铁线嘛,对不对, 我们可以悬挂在我们的哪里啊,家里嘛,对不对,好,我们现在呢,就从这个,口那边,开口的地方呢,把这个,对,塞进去 对,你可以塞一部分哦,如果是说,没办法太多的话,哦,来,也不要太贪心,你就是可以把一部分,一小部分放进去就好了啊,对, 对,不需要太多哦,对了,我们然后从旁边看就好了啊,嗯,对,不可以了,嗯,纸材塞得蛮多进去的啊,应该塞得到完吧,好,对,对,应该没问题的, 嗯,好啦,不需要太大力,不需要太用力啊,好,来我们点亮它,从旁边看,啊,蛮美的哦,如果你在一个比较暗的环境底下呢,看更美了,啊,对,对,非常漂亮啊,OK,所以这个的话呢,你给它挂起来了,嗯,可能我们的这个棉花太厚了, 一点点哦,如果没那么厚的话呢,更美了,哦,再一个就是,对,我们跟它悬挂起来呢,会非常非常漂亮,对对对,嗯,这样的那个,这样子,就蛮美的哦,嗯,好,成功,好,我们这个云朵呢,放在这个比较暗的环境底下呢,会更美了,更漂亮哦,所以感觉上它这样一闪一闪的,就好像什么,打雷闪电,打雷闪电,打雷闪电, 哇,哈哈,非常美,非常美,你看,它后面那个,它的那个倒影更加美,啊,会美美很像幽灵耶,幽灵啊,对啊,就是给你们一些想象力啊,七彩幽灵了哈, viens denn啊,我不喜欢啊,关我们的 맛있는账还而已,邮灵好了,很美,��又 вопросыouch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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lugins公的时间转发啤一些时感动的